第四篇开始,泛拜和音乐。 泛拜的学习一般上是属于传统式的口耳相传,跟具有古老文化的中国和印度一样,就是老师讲,学生听。 学生跟老师一起生活,老师欢喜时就教你,反之则不理会你。 这种口耳相传的教育方式变成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就这样失传了。 这种教育也是无法始终如一,consistent地流传下去,一般上都会出现越传越讹的情况。 以前科技还未发达,上泛拜的课程时,老师无法以现代化的方式讲课。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一个比较传统,用基本版演的教学法。 这位老师是一名在家居士,在教导基本课程时有用现代化的方式, 如电视机和在YouTube上做分享视频,screensharing,所以学习时会比较容易。 中国泛拜的源头是来自印度。 什么叫做泛拜呢? 泛在印度文叫做brauma,是指高级的天神,就是我们曾听闻过的四面佛。 实际上应该是四面神。 泛拜是一种类似泛天天人的美妙音声,不是世间的声音。 如果唱得很好的话,它的射手力是很强的。 所以如果要学泛拜,一定要很用心去学,学习的心态很重要。 我们唱泛拜的水准跟天人相差太远了。 我们唱时在天人听起来好像是乌鸦的声音,很难听。 寺院的泛拜如果学得好,一般尚老和尚会跟你说你泛拜唱得好, 天人都会来听,来护持这个道场。 如果唱不好,护法神都会被吓跑了。 顾学唱泛拜必须要有恭敬心。 在初学,练唱时必须告知诸天鬼神,请远离莫听。 如弟子000众等练习泛拜音,来为敲打唱念声,诸天鬼神请限量,实习时刻赞莫听。 一些基本的调子如炉香赞,或连池赞, 还有弥陀记每一句七个字,一般上用现代的音乐来讲是四排。 学习时可以用左、右两手拍打桌子的方法练习桌拍子版位。 1、2、3、4、2、2、3、4。 右手1、2、3、左手4拍打桌子练习,或用类似合唱团以指挥的方法练习。 今天,我们先练习桌拍子,用左右手拍打桌子的方法练习四排,如 1、2、3、4、2、2、3、4、3、2、3、4、4、2、3、4、5、2、3、4。 你们也可从用YouTube上网的普门品和佛说《阿弥陀经》的线上共修学习版位。 有些人先天就有音乐天分,一听就学会了。 如果没有音乐天分,在唱时往往容易唱错,特别是拉音之处。 但是,只要肯老老实实地学习,还是可以学会的。 我们学范拜或诵经时,什么地方该快,什么地方该慢,都有它的道理。 有些地方应该快,我们才唱快。 有些地方应该慢,就不能唱快,要慢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有很多人在学习范拜时喜欢走捷径,拍子还未捉纹,就开始学唱学法器。 这是属于口耳相传的方式。 我建议你们在学法器之前,最好先学习懂得板位捉拍子,一步一步来不要贪心,这样在学法器时就会比较容易上手。 现在我们学习范拜不应在以传统口耳相传的方式,而是应当采用比较现代化的教育。 如将常规的早晚课诵里面的卢香赞、赞佛记等写成简朴,这样子学习来就比较容易。 也可以用电子琴、keyboard学习唱范拜。 在供修会或法会时,敲打法器如中鼓等必须要有智慧以便法器发出的音声可以达到涉住人心的效果。 在开始唱赞时,维纳和牧鱼扮演控制唱颂时速度快慢的角色,主要是维纳,在起枪时必须慢,因为慢才可以将向外奔驰的心给安稳下来。 唱赞时的速度快慢由维纳决定,牧鱼必须和维纳配合。 在中国的寺院,维纳和牧鱼都是面对面战力,双方都有默契,维纳通常是以打眼色的方法,示意敲打牧鱼的法器人员调整敲打的速度。 唱赞完了之后,接着诵经咒,速度在开始诵时可以稍慢一些,在放涨后速度才加快。 诵经或咒的速度快慢,是由牧鱼来控制,而不是维纳。 牧鱼在这个时候扮演了指挥的角色。 如果经咒、儒、大悲咒、阿弥陀经等等大家都熟了,就可以快速背诵。 这些基本的课诵要背起来,背熟了才能够快念。 不然的话,单单一个普门品、供修、阿弥陀经的供修, 经的部分如果念太慢的话,念经的时间就会变得很长。 这是不实际的,这一点大家有必要留意。 这一次我给你们上课的内容包括了调身、调膝, 用呼吸来控制情绪和疏解压力和调心。 我们如果要把心调好,首先必须先调好我们的身体和呼吸。 中国和印度古老的智慧里面都有教我们调膝的方法。 比如,在治病这方面,西医治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而中医或印度的Aervidic治疗法在治病这方面则着重在调身、调心。 所以,唱饭拜跟唱歌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身心状况如果很好,唱出来的饭拜就会很涉心。 中国佛教传统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有一个学者很想学禅,就找到一位禅师。 禅师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就叫他喝茶。 禅师将茶倒入杯子内,直到茶水已满溢了出来。 学者见了,赶紧告知禅师师父师父,茶水已溢出来了。 禅师就说,你就像这只杯子装满了水,我怎么教你也没有用。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必须要有恳切学习的心态。 虽然有些东西我们已学过了, 但还是应该抱持虚心向学的态度, 依旧可以从最基本的再学习,学习饭拜也是一样。 在广论里面有提到三种不正确的学习心态。 一,腹气。 二,乌气。 三,漏气。 以不正确的心态学习,正法也会变成了写法。 今天我们用线上普门亭, 共修会里面的炉香赞四拍学习拍子, 可以用拍打桌子的方式。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三,二,三,四, 学习捉拍子板位。 在拉音之处需留意, 如果拉音时与旁边的同修不一致, 就会令人起烦恼。 一般上没有音乐天分的人在唱拉音之处时都面对问题不懂得拉音, 所以学习板位捉拍子是有必要的, 学会之后才能学习敲法器。 以口而相传的方式学习饭拜, 对于缺乏音乐天分的人来说确实相当困难, 有者可能学不来。 一个人有无音乐天分跟他过去生中是否曾学过音乐有关, 出家亦如是。 一个人如果生生世世都出家, 那么在这一世, 他出家时就会很顺利。 如果没有出家的人, 就要在佛菩萨前发愿求佛菩萨加持, 让你可以培养出家的音缘。 音缘或福报, 如果不具足是出不了家的。 同样的, 如果不懂得唱歌, 只要肯老老实实虚心学习, 还是可以学会的。 在供修会时, 使用法器是为了确保大众唱诵的音声是一致的。 如果我们懂得版位, 在唱诵时就能跟大众和和, 唱出来的音声也比较和谐。 饭拜要唱得好, 就必须要有正念, 当为那的人或敲法器的人, 如果没有正念, 他就会很容易唱错或敲错。 我们供修唱诵的卢香赞, 连池赞, 还有弥陀记都是四排。 昨天, 师傅寄给你们一个YouTube视频, 题目叫做老僧谈饭拜, 是一个很好的视频, 是用简朴来教导唱饭拜。 在学习时, 你可以自行调整唱诵时的速度, 由平常速度, normal speed 1.0, 改成快速 1.0以上, 或减慢 1.0以下都可以。 音乐界的音乐不以乐而为目的, 更何况, 佛教修行用的饭拜, 我们必须确保佛教的饭拜, 不会被世俗化。 现在, 学习饭拜出现了一种现象, 就是选唱很多调子, 而事实上, 有些调子是不是合用的。 所以, 我们必须留意这一点, 以避免饭拜用的调子变得流俗化。 这就好像一个出家人, 光投着僧服, 但是行为举止, 跟俗家人没有两样, 这就是一般人常讲的光投俗汉。 所以, 修行人包括, 在家菩萨, 必须照顾好自己的行为, 不要让外面的人, 对学佛人, 产生负面的印象, 从而影响到整个佛教的形象。 我们穿着出家人的僧服, 就应该有出家人的好样子。 在家人也是一样, 比如说, 你穿着海星时, 如果行为不好, 也会影响到佛教的形象, 对不起三宝。 所以, 奉劝年轻一代佛弟子, 不要再以美妙好听为, 取舍饭拜的标准, 这种现象是很常见的, 我们必须留意, 并做出改善。 更不可为了使饭拜好听, 就随一己之心, 任意更改饭拜, 这是特别针对我们这个时代而讲的。 为了使饭拜不那么容易失传, 所以我们应该用一种比较现代化的传授方式, 即简朴教学, 而不是靠口耳相传的方式。 口耳相传的教学法容易出现一代不如一代, 一些好的东西也很容易失传, 采用简朴教学法则比较系统化, Systematic。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 先学会捉拍子, 板位。 南传佛教在诵经时是坐着的, 藏传佛教基本上也是一样坐着诵经。 但是中国传统佛教诵经时则是站着, 因为站着唱饭碑时, 发出来的音声比较有射手力。 在南传, 唱饭拜时一般上是清唱, 没有用法器。 而中国丛林寺院因人数众多, 唱饭拜必须用到法器, 以确保大众唱诵的音声是一致的。 每一个文化都有他们的音乐, 所以在印度也有。 印度的佛教祖师里面, 有一位名叫马明菩萨, 极具艺术天赋, 为了彰显佛教慈悲力声之需, 他运用了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诗歌, 梵乐, 戏剧, 文学等形式大力弘扬佛法。 马明菩萨, 堪称佛教古典音乐艺术的开创者, 在创作佛教赞歌时, 他擅长将深奥的佛礼, 转化为青词礼句。 除了曲调高雅, 意境高原, 也巧妙地把佛法寂静无为超凡脱俗的境界, 融入清雅和谐的音乐之中, 使众生透过清雅的泛音, 感受到禅乐的伐喜。 另外, 在念佛这一方面, 我们必须要懂得什么时候应该念快, 什么时候要念慢。 在佛期期间, 每个念佛香, 到最后的止境, 坐下来念佛时, 都是由慢念转到快念。 你知道, 为什么要从慢到快吗? 就是要快到每两句佛号的中间, 不让你有机会去起妄念, 这叫做追顶念佛。 这种追顶念佛, 要念得很快,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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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佛号一句紧接着一句绵绵蜜蜜蜜, 让妄念不能渗透进来。 在快速念佛时, 不宜用喉咙来发出音声, 应当用腹部, 用丹田的气来唱颂佛号。 要不然叫你去带念佛香, 那一支香过后, 你的喉咙会变得沙哑, 因为你是硬硬用喉咙来唱。 前面的一堂课, 师父介绍了五会念佛, 所谓五会念佛就是分成五段, 在唱完弥陀记后, 即开始紫一会, 第一段念佛时, 是以缓慢柔和音调, 念六字鸿鸣南无阿弥陀佛, 第二会念佛飞缓飞急, 速度比第一会稍快一些, 第三会念佛速度, 则比第二会更快。 第一会至第三会是念六字南无阿弥陀佛, 到了第四会和第五会即从六字转入四字阿弥陀佛, 以用力见及方式念佛, 佛号一句紧接着一句绵绵密密地念下去。 第五会的念佛一共有二十音, 难度比较高, 用简谱练习会更容易, 口传式的唱法对于缺乏音乐天分的人会比较阴难。 用简谱每个人都可以学习, 先学会唱音符后才学唱词。 从第一会念佛至第五会, 一般上是半个小时左右, 念佛时间可自行调整。 我们可以用YouTube上网打开老僧弹饭拜视频学习炼唱五会念佛, 速度可以自行调整快些, 如1.25, normal speed, 1.0, 时间半小时。 如果你有一个keyboard或者钢琴, 也可以用这些乐器跟着那个简谱弹奏就能掌握它的调子了。 你也可以用手机或者手提电脑, laptop, 或用SIMray的keyboard来学习唱诵。 现代科技的发达确实帮助我们在处理很多事情时, 变得比以前更容易了。 师傅要大家明白的就是, 为什么要大家做功课, 因为你没有做功课的话, 那个印象就不深刻。 我们上完了课, 要懂得文思修, 在学习饭拜的时候, 你就要学唱, 学习掌握那个拍子。 不然, 师傅跟你讲课, 等于是白讲了。 有关于是白痴员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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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我中国'resouva zoom缓 zal绑过彷復的妈妈去年限制银员等于是白痴员等于是白痴员等于是HK的搭次产的案内裤。